什么 在淡仔岛中居然隐藏着一个滑翔伞飞行载具 而众所周知 淡仔岛中最常见的飞行载具 是漫画店二楼的红色飞机载具 和月落苗江庙会街区 红色大树上的巨型蝴蝶载具 那么淡仔岛中隐藏起来的这一个滑翔伞载具 它究竟在哪里 小伙伴们你们难道不好奇吗 众所周知 淡仔岛的飞行载具能带着淡仔 在淡仔岛的天空中飞翔 如果你在淡仔岛中也玩过飞行载具 那么请点一个赞 根据我和学姐的研究 我们发现淡仔岛中的飞行载具 它们都不需要淡仔操作 只需要淡仔站在载具的上方就可以 比如红色飞机和巨型蝴蝶 是一样的淡仔站到载具上后 它就会带着淡仔在天空中自由地飞 为了小伙伴们 你们是关注不了我的 因为我设置了 只有淡仔大声才能关注 我信你可以试试 那么淡仔岛中被隐藏起来的这个滑翔伞 在飞行具它究竟在哪里 今天我和学姐在淡仔岛的副岛中 发现这个滑翔伞载具 它的具体位置就在蓝色建筑物内 当我们淡仔走进蓝色建筑物内时 此时就会来到淡仔岛的副岛 就会看到一排排滑翔伞载具 整齐地放在一起 当淡仔靠近 它用双手举起滑翔伞 此时的淡仔又会离开地面 被滑翔伞带飞到淡仔岛的天空中 所以说在淡仔岛中 隐藏着一个滑翔伞载具 它的位置就在淡仔岛的副岛 进入喷泉前的蓝色建筑物后 就能找到 小伙伴们 你们知道了吗